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你好,Gary你好,Kean你好,Dana你好,張文龍你好,Tammy你好,大家好 是啊,因爲其實這段時間實在太多不小心聽到都說 哎呀,移民啊,讀書啊,那樣東西越來越離開香港 我今天看到江時案,我相信又會新一波的人離開香港 再走快點,因爲江時案重判九年,現在根本上你覺得法院是兩條腿走路 今晚跟大家說,今晚在大匪不閉嘴,跟大家說這個問題 嗨,你好,你好,是啊,現在我們在Facebook那裡都有做直播 那希望呢,賺不到錢,但是希望多些人知道有大匪八八掛掛這個頻 所以呢,現在在大匪,就是看天下那個,那裡呢,都一樣有直播 是啊,Ben Chen你好,照舊啦,五分鐘 現在談一下,其實今天呢,就好像橘子洞藥這樣 就是見到何思培,游水, Kawlan給一些網友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嗚嗨嗨 嗨嗨嗨也嗨嗨嗨嗨嗨嗨嗨,輔嗨嗨嗨很嗨嗨,因為 It's working over the world 會員專項 因為會員收不到 我會另外錄 在8月5日 即是下個禮拜 直接專做一些節目 是給Patreon和會員聽的 可能先講蕭生 有些以前講過 一個系統性講 我對蕭生是怎麼看的呢 可能接著會講一些事情 關於黃毓民 接著講一些 我在網台做了這麼久 道聽途說也好 或者真實的資料性 開始先講這些 講完之後又有其他人這樣講 希望 橙妹做了一條短片 介紹怎樣訂閱 怎樣加入會員和加入Patreon 他現在做了一條片 今晚晚一點會出的了 嗨 維眼神 你好 現在突破了一萬訂閱 我看看有沒有辦法做到兩萬 兩萬之後 下個月 應該是星期尾 應該會正式開始賣湯包 我們現在調整的時間 是七點鐘賣 八點鐘賣 好 如果是七點鐘賣 那就七點鐘 八點鐘賣 就八點鐘 九點鐘就是我們時間 要麼就調轉 我把所有的節目 退早 十點鐘之後就賣湯包 那現在還沒決定 是啊 嗨 為什麼今天做這一節呢 因為我剛剛以前 在人民力量 有個朋友 我以前在巴打台的時候 他走過來上來做節目 他很喜歡日本 他做船務的 那就財富自由 就是很早就賺到錢的啦 那麼 四十歲多些 他叫Soku 人民力量 那我猜他退出了啦 就是 都選舉無望了 他不是走得很淺的人 那麼 昨天早上呢 他突然間在Facebook 他說他已經平安抵達了英國 在我來說呢 我知道的啦 他沒有拍拖呀 沒有太太單身啦 那也不是走得很淺 那麼呢 竟然都 都離開香港 就是令我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的呢 因為 很多時候見到他 他都是做義工呀 幫忙收拾東西呀 或者派傳單 在網上也好 或者在各方面呢 他都不是走前的那些人 甚至很多 哎呀 我幫忙做什麼做什麼的那些人 那麼結果 在昨天 那麼 見到他在英國機場 那麼 還拍一張照片報平安 那麼 令我覺得非常詫異 那麼 今天呢 又看到一段報章 一段新聞啊 那麼 就說 由上年的7月1號 到今年的7月1號 一共總數啊 中小學生 離開香港 中小學生 總數呢 是二萬三千多人 那麼這個驚人數字 因為呢 一般來說 中小學生不讀 他們這些年紀是沒有BNO的 直至 個幾月前 才說 哎呀 你老爸老母 有BNO 你都可以來讀書 當你香港人這樣收 是個幾兩個月之前 英國定落的政策 那之前的呢 之前離開香港 去第二道讀書 是兩萬三千多人 就是說 換句話 我就當 有三千人拿著後面的政策 之前那兩萬人 他們本身都不是BNO的 那你說 要是家裡很有錢 要是那個老爸跟他一起走 要不然他們怎樣去外國留學 而是小學生都有啊 這樣看我就說 是這樣的時候 不如今天講四個 就是說 多謝多謝Johnny 不出奇啊 廣州地鐵水浸正常啊 你不要忘記 當日廣州開通的時候 有人上高做工程 即是地面有人做工程 簡直一條鐵通 穿過地鐵 打莊 穿過了地鐵車廂 這樣有幾奇啊 是不是啊 那你說當日都可以在上高打莊 當一條這樣的花鐵 直接穿到地鐵的車廂裡面 分分鐘拿命都可以 那你說水浸是不是應該的 我們愛香港 香港政府不愛我們 是啊 我們正式開始了 黃茵茵你去了一廳 唐英傑案 今天晚上講的 其實心情都差了 那我們正式開始了 一百人又過了 七分鐘又過了 在我小時候一出生 六四年出生 我最大一月一日 六七暴動 那是我第一個記憶 因為當時呢 我都說了 我曾經那時候住在荔枝國 我們在一個窗口裝下去 跟著我媽媽按我的頭 按下我的頭 不要看 不要看 下面暴動 這個是我三歲 第一個記憶在腦裡 到今時今日都記得 你說幾深刻 因為當時的馬路 是火光熊熊 其實移民潮 然後再追遠一點 就是四五年 香港重江 重江了之後 大陸也都重江 真真正正的移民潮 從那天開始 是當日很多人走爛 在廣州啊 廣東省啊 走下來香港 走下來香港 然後在香港 安居落業 跟著日本仔打到來 三年零八個月 當重江的時候 很多人移民 就是他們回到本來的地方 就是他們回到廣州啊 回到這些 其實這個都是移民潮 當然 先由他們走爛來香港 跟著四五年至四九年 很多人回去 這個都算是移民潮 跟著就到六七暴動 暴動之後 六八、六九、七年 這三年 很多的香港人 尤其是有錢那幫 或者是在四九年前 或者四九年之後 來香港那幫 他們害怕 當日 一九四九 他們來香港 很多是上海的沙廠啊 這些人 或者是潮州人啊 在大陸找不到食 走下來香港做三角碼頭 就顧你這幫人 也都有一些 是國民黨的人 走到來香港 那麼 左仔橫行 波羅 他們看不好 香港 的發展 結果 迎來了一波的移民潮 這一波移民潮 就是當日 由大陸走來香港 他們 驚弓之了 很多人 選擇離開 我很記得 有人跟我談過 說你都不知道啊 大匪 六九年啊 買一個號碼 成棟樓賣啊 那時候啊 兩萬多而已 在例子國 就是要錢 我就不要 不要房產 即時走 這個第一種 而 在七零年 至七年 就是延續性 七零至七年 香港經濟還沒有起飛 但是慢慢 定調了 那麼很多人 也都看到香港開始轉變 他們也都看不好 說這班是新界人 六零年尾 七零年頭 經過這段時間 就是說 最愛共產黨 最支持中國共產黨 最愛黨的 胃頭人 我們鄉村的人 那一波 因為 開始農耕 香港開始 新界發展 各樣事情 市區發展 他們傳統找不到食 即是說 又找不到食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他們就移民去英國 德國 有錢人走 而鄉下人 即是說 鄉村圍頭人 都走 所以真真正正 很多 我們說 很多圍尊人移民去外國 其實就是那個時候 開始 成 再加上 新市鎮的配合 就是麥利浩的新市鎮配合 他就定了之後 他們的農地 各樣東西的發展 不如理想 很多人 就不如搏一搏 離開香港 而六七暴動之後 另外有一幫人 他們相對窮 他們認識到 共產黨 並不可信 在當日他們的想法 當然了 現在我不是這樣想 有什麽可靠得中國共產黨 那些人 是一些普通人 在當日 沒有移民條件 去西方國家 他們直接去馬來西亞 去印尼 有些去新加坡 或者去一些東南亞的國家 流下來 有些甚至遠去非洲 從此香港人的足跡 就可以走遍全世界 這一波移民潮 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真的 當然 沒有後來那兩次 這麽厲害 當日 留在香港 包括李嘉誠 留港見港 出資地產 撿到筍物 接著 他就成為一代 地產大亨 香港的No.1 其實 不是去到84年的 中英聯合聲明 是在 第一次 第一次的 所謂移民潮 就是六七年的移民潮 之後 他大量地 撿到一些很漂亮的地皮 開始發展起 也都明白 過後 就是每一個時機 他都把得逃 留在香港的人 一路走 看著 香港越來越好 開始撥亂反正 有ICAC 跟著 港交所 就是 天線 香港天線 導致整個股票崩壞 跟著陸續收復 跟著 開始衛星城市 一路一路來 很多香港人 很有信心 但是一去到 1983年 1984年 是中英聯合聲明 很多人 在文革之後 走下來 講 講的是 即暴即戒 抵擂政策 就是阿燦年代 一套 親情 做了所有的事情 見到阿燦 吃巨毛巴 跟著 見到 周潤發 一路一路來 看到 很多人 開始即使在香港 落地生根 他們都不信 直至在84年之後 開始 移居 有能力的就走 沒有能力的就去東南亞 一樣 這個路數一樣走 一樣走 走 不多的 84年 還不是多 但是已經有個跡象在去 真真正正的 就是 你八歲我三歲 我政治當然要正確 不是怎麼搞 跟著八九年 一個六四事件 你就見到 梅艷芳 張國榮 封咪 他們立定了主意 移居加拿大 開始加拿大 美國 中國 英國 澳洲 就成為了這四個地方 成為了香港人想去的地方 尤其是加拿大 第一波的移民潮 真正的移民潮 就是六七年 六七年 因為暴動 中國共產黨支持 香港亂粒粒 移民 就是全靠中國共產黨 令到香港人走遍世界 去到八九文文六四 再來一轉 這一轉 並不少 一路見到走 是不是八九年走完 不是 其實去到巔峰是九二年 九二年一年 真根據數字 六萬幾人移民 六萬六千人 由九零年至九四年 這五年間 總數是有三十萬的香港人走 這一波 是香港有歷史以來 最多人走的一波 短短五年間 有三十萬人離開香港 不是去讀書 是移民 而這五年裏面 其中三十萬人走的 有二十萬人 是去了加拿大 直接落戶了溫哥華 你看到當日 早一批的 真是移民的 比較有眼光的 就是匪姐 匪姐並不是八九年走 其實她是八四五年 一見到中英聯合聲明 匪姐真是聰明的 就馬上申請移民 一家大小 是不是 然後鄭少秋去到那裡 看著她生的恩怡 你就看到 即是說當日 八四年是有 但是並不是一個大趨勢 但是很多香港人已經是這樣 結果去到那邊 並不如理想 有些留下 譬如舔尼 就是說鄂華的老婆 舔尼留在那裡 做了一個真正的加拿大人 也有很多人 好像李遠華的爸爸媽媽 在那裡落地生根 一直都是這樣下去 這個數字是相當驚人的 即是說最高峰的92年 就是六萬六千人 那你說 是不是高處未算高 不是 但是你也都見到 開始 過了這段時間 八四八五年 能夠留在外國 找到吃的他們不回 或者拿著資金不回 但是找不到吃的 就陸續有些回流 但是八九年又令到一波 又趕著走 更重要的 是太空人 當日 看定些 覺得香港玫瑰園 即是說 我們的 為逆順著士港督 設計的玫瑰園 打了一支強心針 但是我們香港人疑惑 結果 三十萬人離開 移居外地 但是很多是太空人 即是說老婆在那邊 老公 就回來香港做事 有些老婆老公在那裡 但是見到香港經濟起飛 他們又回流 接著他們痛失了香港 即是覺得 明明我有機會的 我離開了香港 結果 脫了折 再回來 再找不到高薪厚 很多香港人那時候怨 怨 為什麼我這麼傻 我走了 是真的 這些事情不停地發生 下雨就是一個 即是說 演員下雨就移民到加拿大 但是終於頂不住他就回來 接著你看到惡華 哦 舔你留下了 我惡華回來找食 這些 當時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太空人 即是走與不走之間 又 六七年的暴動 有錢走了 過了幾年他們可能會回流 可能不會走 而新界人離開香港 他們去找食 他們會落葉歸根 是會回來的 再加上 回歸之後 有丁權 更加 那邊賺錢 香港 又想辦法 拿盡新界人的利益 一樣 八四八五年 見到 走了的 好像沈殿下這一批 甚至程可惟這些 他們見到香港的經濟還挺得住 在那邊是沒有東西做 包括澳洲的 你猜有多少個道瓶 當日道瓶在八四八年就走去澳洲 我不知道下面有沒有知不知道的人 是歡樂今宵的骨幹 他就沒有回來了 留在雪梨 其他就是這樣 接著你見到很多香港人 去軟嫁 軟嫁去哪裡 軟嫁去馬來西亞 陳二興就拿督 夫人 接著你見到我們陳秋霞 接著又嫁去大馬 又做拿督 有些好像嘉玲姐 即是說 謝賢的前期的女朋友 又嫁去馬來西亞 這些大家都看到的 我們經歷過很多的移民潮 但是到最後 他們都會選擇回來香港 因為香港 即是不走這一班 他們真真正正想辦法 是啊 想盡辦法 留港見港 他們看到八十年代 香港的軟實力 去運全世界 所有的國家 包括大馬的華人 全部都什麼 全部都是在看TVB的錄影帶 每一次走 就有人新興 即是說六七暴動 一班有錢人走了 做廠那班 留在這裏 多了的發展機會 做地產的 就開始四大地產商的出現 承接了下來 接著到八四 有些人走 但是香港實在 經濟很強勁 又開始回流 但是又創造了一班人 令到一班人可以走出來 包括 就以演藝界這樣計 開始走一批人出來 亦有很多人留學 去了其他地方 在這個時候 見到香港 有機會 回來香港 建設香港 一樣有 去到八九之後 就造就了一班太空人 你說這班人走了 他們可能幾年之後 覺得很後悔 哎呀 我錯過了香港的黃金十年 或者黃金五年 他回流的時候 世代不是他 他當日拿著錢 樓價高企 九七年的樓價 去到巔峰 他賣了一層樓 根本上回來買不回來 拿著手頭的錢不多 在外國生活 未必頂得順 所以當日 就有許冠傑的 香港情懷 一九九七的 所謂什麼 去到做二等公民 希望你們回來 去到呢 剪草啊 沒有東西做啊 這些這樣的歌詞 就在那時候 橫空出世 得到很多 留在香港人的認同 跟著 許冠傑 再紅一波 這個 這個才是真實的 也是事實 大家也看到 繼續回來賺錢 嘉玲姐嫁在泰國 對不起 每次都會重建香港 而九二年 就是九零年至九四年 這一波 就厲害了 因為這一波走的人 不是最有錢的人 是香港的專業 和這些所謂的中產人士 他們走 他們不是說代了很多錢 但是勉強我們夠移民 他們離開了之後 就突然間令到 香港人 留在香港的大學生 他們多了很多的機會 就是明明還有一班 底上高 頂住的 突然間這個管理階層 這些中產人士 就在九七年之前 他們九零年至九四年 他們消失了 令到可以很多的年輕人 就在這個時候 他們就走了上來 在香港 香港 改朝換代 令到九十年代 至二千年頭 香港 更加輝煌 就是說 這班人走了 有下一班 新思維的人 走出來 我不是說 哎呀你們移民不好 不是的 是這個事實 很多人 真真正正 走得上來的 就是這一波 這一波人 就是 好像你到九零年頭 突然間你覺得 有四大天王一樣 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說 他們這一波人 就變成了 未來香港的骨幹 他們這一幫人 也都造就到 香港的繁平盛勢 七零年代開始起飛 八零年代 百花齊放 去到九零年代 就是最在創高峰 一直到二零零六年 這個期間當然 跟著有亞洲金融風暴 這班人 還很努力 因為他們覺得 特區政府 和中國共產黨 講話是算數的 就像我們今天的習近平 我們中國共產黨 講話是算數的 但是去到二零零六年 很多香港人都算數 他覺得安全 又賺到錢 再加上大陸的開放 背靠祖國 很多香港人 就放棄香港走進大陸 賺更加多的錢 每一個人 很深紅地告訴大家 有十億人的市場 每人給一元你賺 就十億的了 我們香港人聰明 大陸人哪有我們香港人這麼聰明 誰知道 原來他們扮豬吃老虎 當日究竟有幾多人 百佳 百佳 是啊 這個 就是這樣 走了 令到很多人 在香港 走出頭 這個是八九相對的影響 老香港 他們不信 但是 年輕的 他們選擇留下 過往所有的移民潮都是 就是 老一輩 中產那輩 他們選擇移民 香港人 年輕的選擇 移低 移低 為香港人 更加努力去做 無論 2003年 見到23條 葉劉淑儀 辭職 落馬 你可以見到梁錦松 偷步買車 負起主要責任 辭職 你見到曾蔭權 配合任志剛 以任日招加息減息 動用過千億的儲備 打敗俄羅斯 其實這些都令到香港人 是充滿信心 就是最艱難的時候 我們都過得到 而我們 只要團結 中國共產黨是會聽我們講 所以五十萬人上街的時候 中央取消了二十三條 而主要的官員 和董建華 他們黯然下台 甚至扮腳痛 令到香港人 覺得我們是有力量的 只要我們和平理性非暴力 將我們的訴求 切切實實告訴北京 我們香港人 是可以守得住的 即使面臨負資產 面臨沙士 香港人對中國 有哪個真的有怨言 對中國共產黨 有哪一個真真正正在怒哮 是聲音極低的 跟著開放自由行 跟著很多香港人 好像吃了屎那麼開心 我們又賺大錢了 我們香港人很厲害 這個 就是真正的香港人 所以 這三波的移民潮 我們看到真真正正 令到香港人移民是誰 中國共產黨 我有沒有說錯 第一次移民潮 有錢人 賣物業走 造就了一班 即是說超級富豪起飛 很多人沒有錢 也走 跟著 鄉下人 去英國 德國 去法國留下 香港人 窮的 走去大馬 泰國 落地生根 去到84年 香港人開始有錢 你就見到紐西蘭 澳洲 加拿大 開始慢慢走 為什麼會走 百花齊放 尤其是演藝界 其實一字那麼淺 就是什麼 就是中共的中英聯合聲明 很多人 經歷過文革 或者 很多香港人 在當年 好像我在內 跟爸爸媽媽回去接濟窮親戚 看到中國 並不是我們所想像感的 是一個很落後 很差的 文明都談不上 周街大自報 去廁所 遍地黃金 連走進去都難 去廁所沒有門 大家就直地在這裡 你眼望我眼 擔著煙 就可以去廁所 去廁所 跌在這裡 令香港人的觀感 是相當差 在這一波裏面 也是中國共產黨 一個中英聯合聲明 嚇怕了 而第三個 當然是九七 八九之後 也是香港人 懼怕共產黨 形成了太空人組別 但是 經過十幾年的認證 尤其去到06年 看到 中國 江澤民說的事情是對的 或者習近平主席說的都是對的 我們中國共產黨說的 是算數的 結果 香港人 更加有信心 覺得我們香港是可以的 而更加令到我們告訴自己 大陸是需要香港的 香港 前舖後居 我們就是他的尖兵 他們不會說 將這隻生金蛋的我 會剃掉 沒有人想到 因為 八九年之後 他們盡量希望香港人回去投資 去注資 陸續有很多人移民 不是移民外國 九七之後 是移民回大陸 逐了大陸人 在那裏過退休生活 在那裏投資 在那裏安居樂業 娶老婆生兒子 開始 尤其 24小時通關 香港 很多香港人 就走上 北歸路 這條北歸路 就是由那時候開始 原來 不是香港人 回歸北面 之路 是真正的一條北歸路 上去融入了中國的 計劃裏面 香港的身份 就開始 越來越低 而這一波 03年04之後 直接 逃空了香港人 哪一樣逃空香港人 很多香港人看到 我們回大陸有機會 加爺仔仔 甚至離婚 當日 太空人 移民加拿大 回來香港 造成了分辨 很多 接著 03 04年 我們香港人 學會移居 因為我們拿不到身份證 移居回大陸 也造就了無數的破碎家庭 回去 賺大錢 這裏 又令到香港 出現了斷層 因為香港 有錢的回去做 更重要的 他們沒有管理人才 去到0912年 整個中國 是極度需要香港的管理人才 你就見到 我們起地鐵 福田口岸線 那條地鐵 是算香港的 接著你就見到 上海機場 香港的 珠海機場 香港管理 很多的物業 他們根本上 沒有能力 沒有這個見識 結果就是香港 挖一些管理人才 接著做IT的 他們還沒起飛的時候 就把一波的IT人才 全部拉回大陸 這波人走了 香港人才又真空 他們賺到大錢 但是 亦都令到那幫年輕人 他們覺得有機會 突然間 他們又去 但是跟90年那段時間不同 因為90年的時間 他們所謂的中產 一般來說 是學識 是這件事 或者 都未必是管理人才 最多的更加是 創作人才 但是去到這裏 是管理那幫走 做IT的走 香港 沒有能夠及時保上這些職位 你就開始見到香港 很多的事 很不合理就開始出現了 在2020年後 在2020年後 很多不合理呀 天價 天價各樣東西的 你都看到的 接著去到2013年 最偉大的 習主席上場 很多人看得通 開始走資 尤其是江派 扶植的香港人 李嘉誠 走得最快 陸續看到 當然 有些人還沉醉 北歸路 再說一次 是北上的 北回來香港的歸路 不是說北歸路送你上路 說清楚一點 這個 就是真的 見到 一路去 一路走 愛國者猶然而生 一路走 一路走 那香港 你就見到 陸續地 變化 我們見到 2014年 有雨傘運動 當時 認為 只要我們努力 我們 會能夠改變一些事 可以爭取我們的自由 爭取我們更加多的民主 尤其是一個反國教 原來我們 國民教育 在香港是不適合的 接著很多 女性走出來 好像陳昔芝 結果現在都不知道在哪裡 為她自己的子女 鎮備一夫 見到黎智英赤膊上陣 接著看到 當日 戴耀廷 這些人 那時候 香港人都會覺得 是有得談的 什麼事都可以談 雖然艱難 我們還有機會 結果 反送中 一個殺了人 洗黑錢的人 在香港 坐了兩年多 陳同佳 一個 拿著一支旗號 電單車 坐了九年 由反送中開始 香港人就覺得 香港 沒有得談 沒有得談 就是跟中共沒有得談 港版國安法一成立 現在一周年 更加令到香港人 冷靜地想想自身的未來 適逢其事 英國開放BNO 現在 可以去英國的人 是超過五百萬 有資格的 只要你肯去 你就有位置 沒計澳洲 剛才澳洲也沒有了 只有你BNO 你可以拿著工作簽證 你就可以用三年時間 就留在澳洲 做澳洲人 加拿大 開放救生艇 歐盟 德國 在想著 而 美國 現在 就以一個 特快的難民簽證 去對我們香港人 接著你見到這一波走的 就再不是過往的 所謂看兩邊 買兩邊 第一次的移民 是有錢人走 賣光了香港的物業 沒有回歸路 因為他們真的有錢 當日的 第二波的人 和一些比較窮的人 他們去到哪裡都好 看到香港穩定 他們怎麼會回來 就像一些鄉下人 而第二波的 就是 開始走的中產人士 去到97年那些更加 這些中產 他們造就了太空人 即是看兩邊 先看一看 老婆去那裡坐著移民監 我去香港運錢 那些人 繼續在那裡頂 而這波 現在我們看到 看到這一波 就以這一年 國安法成立到現在 是去到六月底 是走了十萬零七千人 只是學生 中小學生 是兩萬三千多人 這一年 接下來有幾多 不要忘記我跟你說過 香港從來最高峰移民的 是什麼 就是92年 不是90 91 89之後 約到第三年才高峰 90 91 92 92年才是高峰 是六萬六千人 如果用這樣來看的話 即是說 現在 國安法成立一年 走了十萬零七千人 我就當十一萬 這個不是高峰 即是說 用這樣的比例來計 22 23年 23年 才迎來高峰 當日 走了三十萬 我猜這一波 起碼有六七十萬 或以上 而最大問題 就是說 我們當日 很快速 那些有錢的中產 走了 我們香港的年輕人 在那裡頂 令到香港更加創新 和發達 但是今天 就是主要是 香港的 新動力的骨幹 他們才是 主導移民的精英 是他們 主導告訴你 我和你說筆 那些人 走了 是不會回來的 因為他們 不是打算看兩邊 他們也不是太兇人 他們也都看不到 他們在香港 有什麼 基本的前途 他們心死了 所以 他們 拖著 小孩子 或者 有些一個人 隻身去外國 打天下 這一波 是真正 這次 是 這次 這次 的酒 造就了一樣破碎家庭 不過 是世代之爭 以前 是個老爸 離開 帶著子女去 今時今日是年青人扔下父母 他們離開 以前是個老公留在香港做太空人 導致離婚 今天是導致祖孫三代的生離死別 是根本上不同的那種做法 而更重要的 過往走了回大陸 享盡名華富貴 今天還不跟你說 大陸幾好都有那幫人 現在就是遭這些人唾棄 你只要這樣說 離開香港那幫人 他就唾棄你 直接令你沒有辦法 可以繼續走下去 這個才是事實 這一波 不只是走人 也走錢 是一家大世 就這樣走走了 所以這個才是真的 現在香港很多人還在看 永遠都是以92年做準則 即是說 由現在開始計劃 兩三年走才會去到高峰 今天迎來了最新消息 就是香港已經修生不足 下年開始就要縮班殺校 本身就是出生率低 現在更加告訴你 縮班殺校 你說嚴重性多好 楊潤雄沒有學生就沒有學校 沒有學校就沒有校長 楊潤雄 幸好你也是做這一年 如果下年這分鐘就失業了 是不是啊 這個才是真真正正的現實 而這一波 當然 又是關中國共產黨的事 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 當日江澤民說 我們中國共產黨說話是算數的 結果來到習近平主席 習近平他都說他講的話我不算數 現在我講的話才是算數 當然一朝天子一朝臣 今天渣裝的習近平 你怎麼能夠要求他跟江澤民一樣呢 這個世界永遠都是 當你的規則不再一樣的時候 香港人他有權選擇 林恆子說到今時今日 我還有選擇權 我選擇封筆 只要你還有選擇權 你就封筆 現在 現在 走得的話 不用理解 走得的人 在這炎耀 走不走得 其實是心態而已 你沒有說不能走的 現在 只要你肯就走得了 拿著BNO 你就走得了 你拿不到BNO 你試一下 在澳洲 只要你去到那裡有人請你 你都可以留下來 拿特區護照都可以 拿特區護照都可以 沒有說不行 只不過說 你的選擇 又說回何思培一樣 他明明可以做美國人 今天我見到有一個人在說 他在討生討長 他說代表香港人出賽很正常 誰這樣 怎麼這樣 我說明明 也有 真是全國人的特區護照 我們不同的特區護照都是 包括 董建華 他的子女 在香港肚生討長 那他選擇做英國人 他的父母 全都做香港第一 這才是真正的事實 粵語算數是有兩個意思 所以今天又會迎來新的一波 很多人 你有你的選擇 有很多人想辦法留下 每一個人只需要一個理由 有些人說 我離開香港 是我想更自由 有些人選擇留下 用真正一個在香港生活的香港人 告訴自己 我們真的很喜歡香港 對不對 來到這裏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課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Patreon 支持大匪漢天娜 訂閱大匪八八掛掛 陰不陰桿 拆了學校 是不是蓋樓 我們香港很多地 你說這句不對 你留意一下 其實很多學校已經是廢了校的 香港都有兩間 不是 大埔都有三間 學校是廢了學校的 像佛教大綱一樣 它是撿了一粒 但是沒有拆到 也沒有用途 只有它叫做偶臭 如果它不是這樣 怎樣能夠高地價政策 賺盡香港人的錢 怎樣以發展明義 想辦法發展明日大儀 怎樣可以說 那些地越來越貴 樓價越炒越貴 賺印花稅 賺到錢了 有三萬億的儲備了 那就可以貢獻祖國了 香港 你認為是真的關於蓋樓事嗎 香港是沒有地蓋樓嗎 執了學校 他們真的會來蓋樓嗎 其實過去這八年裡 他們根本上已經拆了很多 我講的 這個才是事實 香港沒有中間的 但是每一次的移民 都是想有一個好的生活 更加好的自由 但是這一次的移民不是 這一次的移民是生離死別 當然了 對於我們特區之母 它是一點都沒有想到的 四個移民大潮 之前走的全部都有回頭的機會 這一次移民大潮是沒有 我想有七八成都不會再回來的 有些人說 除非香港變了 但是在未來的日子 誰敢說 留在香港那裡 很多人繼續考慮 移民高峰三年後 如果喝的比例 有些人說三百萬四百萬 如果今天告訴你 英國政府很多人拿著BNO 都下了地找到吃 有些好消息回來香港 而更重要的 失業率極低 這樣 而小香港形成了的話 這個才是真真正正的 如果是這樣的 香港這個移民潮 就不是三年 是五至十年 就是陸續有很多人 猶疑緊 看清楚些究竟 適不適合 反正我又不急著走 是我的心情而已 但是 香港如果繼續變賣 它的心念一轉 而那裡真的能夠找到一口吃 而香港人聚居到的話 這些就變成了最大的動力 所以現在未必是 這個才是真實的 當然了 中國共產黨是全球最好的政黨 怎會變呢 對不對 所以看到現在 是 是的 多謝你 我沒有叫人抗爭 我 你不要冤枉我 這位 多謝你 你留言給我 其實我真的沒有 我什麼時候有叫過人抗爭 我叫我每天 每一個留在香港人 每天做得好些 做得多些 就像你這樣 你每天想辦法來看我 每天看得多些 條條片你都關注 那我真是多謝你的 對不對 我們真的很喜歡香港 我相信下面沒有一個人會否認 包括你這位S字頭先生 因為我不懂得讀你的英文名 我明明是中國人 我做什麼要改英文名 你就不同了 你擺明 你就是港獨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世界是先制的 你錯 中國大把疫苗科興等各樣 今天成都正式宣佈 停打疫苗 就是說中國有16劑疫苗打了 大概有9億人 打了第一針 打了兩針的 有差不多7億人 但是 今天他告訴你 所有的疫苗都要停 而大陸的現在有17個省市 不是10日了 是17個省市 已經爆發了 包括北京 這個才是真真正正的 現在很多香港人看定些 這四個移民大潮 全部都關中國的事 即使當日做中國大好友 走上去的 今天的李施永青 他今天都跟大家說 喂 你出台的政策我跟不到 那些人都沒有 外資當然是走 現在不是外資走 是港資都走 而最新的英國報告 說每一個人 平均走去英國 很多人沒有 是一千萬 這筆錢你說幫了英國佬多少 如果你告訴我 現在有四萬多人去了英國 不要說多了 平均人是有一千萬的 你說是多少錢 八成一百萬以上 你知道嗎 八成都帶著一百萬以上過去 那你說 是多少錢 所以這個才是這樣的 那當然了 不單是一些年輕人 很多親建制 每天都說我愛祖國的人 都趁著這個機會 嘩 有損事 離開香港 走上英國之路 將來在英國 大家認清楚他們 看他們怎樣愛中國法 好不好 是的 節目做到這裏 希望大家Like 最終Share 訂閱 科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Patreon 因為Band Jopin是痛苦的 也要跟大家說 我們真的很喜歡香港 和中港司機這兩個節目 不會再在大匪看天下聯播的了 下個星期 只有大匪八八掛掛 聽我對香港的感情 聽我們過去的日常 聽中港司機 面對大陸的問題 希望請兒肉捕 訂閱大匪八八掛掛 我們下個星期 在大匪八八掛掛